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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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20年间 很多应用都选用了该加密算法 后来被高级加密标准AES所取代 作为曾经加密算法的标志 DES的学习有利于初学者分析和理解实际的加密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ES的工作原理 它是基于非索密码结构的一个分组加密算法 明文的分组长度为64位 密文的长度也为64位 加解密使用相同的算法和密钥 保密性依赖于密钥 它的有效密钥长度为56位 这里说明一下 最初的密钥是64位 用户只提供56位 其余的8位是由算法提供 分别放在第8 第16 第24 第32等等这样的一些位 那么这些位可以进行机有的校验 保证密钥在产生分配以及存储过程中不含任何的错误 DES共有16轮 每一轮都会重复替换和置换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步骤 首先将64位明文分组进行初始置换 重新排列明文分组的64比特数据 同时把64比特明文分成左右两半 各32位 左右明文经过相同功能的16轮变换 每轮变换中都有置换和代换的运算 在第16轮变换的输出后 将结果分成左右两半 并交换次换 将左明文和右明文重新连接起来 对组成的框进行最终的置换 得到64位密文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初始置换后 明文的次序被打乱了 原来放在第58的位置 被放在了第一位 而原来放在第一位的位置 放在了第40位 那么经过逆置换之后 40位又回到了第一的位置 下面我们重点说下 DES的每轮操作 每轮叠代中64位的中间结果 被分成了左右两部分 左右两部分作为相互独立的 32位数据进行处理 每轮叠代的输入呢 是上一轮的结果 LI-1和RI-1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择扩展运算 将前一轮叠代的右边 32位结果作为输入 扩展到48位 那么如何扩展的呢 如图中所示 将32位明文每4位一组 共8组 虚线框中的为原始输入数据 每个分组的4位 和相邻分组最外面的两位产生 第二步是紫密药异货 经过异核扩展置换的48位明文 和48位紫密药异货 将结果传到S核中 第三步 S核的替换 异货运算后的48位作为输入 每6笔特一组分成8组 每组指着一个S核 每个S核有6位输入和4位输出 经过S核变换 得到32位输出 那么每个S核 是怎么样去做到6进4出的呢 具体的做法呢 是将输入的第一位和第六位 组成二进制作为横坐标 其他的四位呢 作为纵坐标 然后去查询相应的S核 再将对应位置上的实进制 用二进制去表示 S核呢 是第一S算法的精华所在 它输出的数据和输入的数据 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 决定了第一S算法的安全性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S核的输入呢 为110011 那么根据规则呢 它的行号是由第一位和第六位构成的 也就是11 所以它的行号为第三行 同样的它的列号呢 是中间的四列1001 所以是9 那么对应的是第九列 然后我们根据三行九列 到相应的S核中呢 去查询到具体的数据 是11 那么根据这个11呢 转化为二进制 得到以下的一个结果 经过八个S核的输出的32位 根据固定的置换P也称为P核 置换到相应的位置 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就是密钥的变换 从56位密钥产生不同的48位子密钥 称为密钥变换 每一轮迭代都会使用一个子密钥 共需要16个子密钥 输入的56位密钥 首先经过一个置换 重新排列 置换后的56位密钥呢 前28位作为C0 后28位作为D0 分别循环左翼一位或者是两位 经过一位以后的CI和DI 作为下一轮循环的输入 然后将CI和DI压缩置换 使每一轮使用不同的密钥位子集 增加了破译的复杂度 这里给出了密钥变换的具体规则 PC1置换选择呢 是根据置换表将56位密钥打乱重排 循环左移呢 是根据表格之道 如果轮号为1296轮 那么移动一位 否则的话呢 就移动两位 之后我们会经过一个PC2表的一个置换 从56位中选择48位 这里需要压缩置换 比如将14位移到第一位 17位移到第二位 个别位放弃 比如18 35 43位等等等等 从图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 最后一轮迭代运算后的结果没有进行交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解密能使用同一个算法 紫密钥使用的顺序是相反的 在解密过程中 将64位密文作为输入 第一轮迭代使用的紫密钥是K16 第二轮迭代使用的紫密钥是K15 第16次迭代使用的紫密钥是K1 那么输出呢 也是一个64位的明文 紫密钥的循环移位规则 与加密过程有不同 在第一轮的时候呢 密钥不进行循环的移位 在2916轮的时候呢 两个紫密钥向右循环移位 剩余轮时两个紫密钥向右循环两位 DES的安全性完全依赖于所用的密钥 在20多年的广泛应用实践中 没有发现严重的安全缺陷 为信息安全呢 做出了不可磨灰的贡献 不过DES安全性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主要存在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S盒的设计准则呢 并没有公开 被怀疑算法中嵌入了线门 第二个呢 是DES的前身 Lucifer算法 它的密钥是128位 将它减少到56位密钥 难以抵抗穷举的攻击 因此为了提高DES安全性呢 增加密钥量 三重DES出现了 K1 K2 K3是长度为56的密钥 加解密方法呢 如图所示 K1加密 K2解密 K3加密 形成密纹 那么它的密钥长度是168比特 本次课呢 我们讲了DES算法 加解密的流程 DES的安全性分析 以及3DES的简单介绍 那么目前这种加密方式 已经被一些网络应用所采用 比如PGP 它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办法在安全性上呢 也是可行的 但是真的很慢 所以AES的加密标准应运而生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讲解AES的加密标准 本次课结束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